导演 导演对飞机非常非常地了解 对我国的航空历史也非常地了解 招聘审美员 就是审美局的军长大队长 导演各部队去挑人 导演以前拍军事的纪录片 各个型号的飞机他全都拍了 所以说他对飞机是特别的属性 我特别喜欢飞机 我觉得飞机确实是有生命的 有时候你感觉他像一个很酷很安静的武士 但有时候他又像一个很暴躁很勇猛的猛兽 尤其是歼20和歼16 包括歼16 从工业设计的角度来讲 都是非常有魅力的艺术品 导演做了足足八年的准备 拍军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神奇 看那个村庄跟地表的关系 那个是作为雷雨降落的那个 飞机那个就做得好 他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导演 他喜欢飞机 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他先不讲紧 先把飞机给你讲一遍 对前后舱都有各有益处的 他是在旁边 一按那个动作啪弹出来 我特别信任他 飞机后舱的一个主要任务 只要能发射 发射武器都是一旦操红 然后障碍也转到飞机 只要发射就没有熄火 这些人是不能克服的 韩老师跟小师导演一沟通 而且他在刘小师的眼睛里面 看到了信念感 导演是非常执着 非常专业 非常完美主义的导演 我们再绑一道吧 还是把头盖上去换一手 有这个就是短部的多大了 而且造成还挺棒的 手都在抖 还要吹谁 抖 你看这毛巢 我看东西都是有那种防点 我看东西又有那种颗粒感了 在拍飞机残骸的时候 因为飞机的各个部件 都要很准确的放在这些位置 然后导演就会把这些残骸的细节 放得非常清楚 然后他会去看摆放的 一些细节的瞬间 还有去体会当时的情境 这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看了一个环境之后 我们觉得反正有点热 你跟那个残骸独处 情绪的东西 把雷雨在劫难过后 然后固定地拍手 他身上有一股完全不服输 而且执着到底的蛮牛精神 整组人去甘肃井 大家答应好 千万在山谷上面看就可以 这个是很危险的 但导演很坚持 一定要往下走 站在一个地方 去感受战斗机 飞过的峡谷 如果我自己也能感受危险 我就拍不出危险的感觉 我觉得如果没有导演这种 特别坚持不懈的一种精神 特别执着的精神 我觉得影片是不可能完成的 这种特别的感觉 是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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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这个电影 最初的东西 是让更多人知道 是非这个职业 导演跟我讲了他的很多 是非员朋友的故事 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哥们 在飞一个科目的时候牺牲 对我个人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我在想他是一个是非员 我是一个拍片的人 虽然职业不同 但我们可以给这个社会 能不能做点什么样的贡献 让更多人知道 有这样一个群体 一直在很有责任感地 从事着自己的工作 推动这个国家的进步 他们的工作不仅只有艰辛 不仅有责任 还有热爱 保证完成任务 我还想在电影当中 把人的这种孤独 勇敢 无畏 通过影像表现出来 也是对这些人的致敬我